又怎樣? 你真的捨得以後都不打球了? 你放不下排球 等於我放不下新聞一樣 但如果有人利用新聞 去做一些違法的事 我不會像你這樣 我會站出來, 我會指著他來罵 因為他對不起新聞 對不起我最尊重、最喜歡的事 所以如果你是愛排球的 站出來指證他 借排球名義利用球員贏幫心態 去勝侵、去抽水 只有我一個人, 可以怎樣? 如果我告訴你不止一個 你可以去問問你曾經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這樣也不肯站出來 你對不起你自己 對不起你的球員生涯 你有沒有信心慢慢教練? 有信心未必會贏 沒有信心一定會輸 隊長, 有沒有話想跟粉絲說? 等我回來 好, 辛苦了, 謝謝各位 辛苦了… 謝謝… 好, 謝謝 再見 預祝海船回來, 再見 再見 你平時對著這麼多女孩怎麼印? 弄完他們也不敢反抗 因為眼中全部都是站著 叫他們走就走, 跳就跳 不要, 連聽話就不要, 就是不簡單 只有段影片也看不到樣子 證明了什麼 但是我不明白五六尺有什麼好玩 過不了首癮 你幻想一下, 當他在做運動 他全身衝了, 感官放大了 你打他, 馬上又反應 想縮, 又不能縮, 死人難人 叫他越來越喘, 臉越來越紅 很大滿足感 他會有什麼樣子, 有沒有性質 決定決在你們那裡 他們在這裡 隊長, 你們 隊長不去, 我們也不去 你說隊伍合作 靜靜家里也不叫我們 發生這麼大的事, 我們一定會陪你 以後有什麼都要開口 不准再自己收收銷售 沒事 我們是一組人 你的計劃很成功 我們負責設球,他們負責殺球 我最開心看到他們倆的朋友回來 謝謝你 謝謝你沒有公開廖子山段錄我 目的達到就行了 垃圾傳媒,垃圾記者 你用新聞,侮辱我人家 侮辱你的不是新聞,是你自己 我們是大熱的 去不了比賽,活力表還是回到你那裡 轉播沒人看,虧多少,你懂得算吧 轉播可能沒人看 但是真相,大家都想看 馬先生,新聞不同排球 不是算輸贏的 我們要做的事,也是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把真相說出來,說完 今天不挺好正式的 明姐,等會去職業好 你幹嘛 MASCA 發表呢… 有啥宜ph晚的時候 要看照片嗎 可以了… 沒趣 好 不能播, 最初不能播 什麼事?飛爺 在頸巾都歪了我, 先扭上肩膀 萬華向法庭申請匿名領 要求禁止披露 任何可以識別事主身分的資料 即時生效 讓他們快了一步 要求禁止披露 如果不能播的話 最初時間會沒了五分鐘 我們馬上再檢查五分鐘回來 不如你去大陸報, 再檢查內容 整天被我負責, 每隻都這麼嚴重 我快要死了 兄姐, 我們不是趕著… 說了很多次, 什麼都要檢查 法律文件這麼重要 當然要檢查一下 檢查完, 通知主報 好, 這樣也算是不可抗爛 歡迎收看《Print Time News》 我是梁景仁 我是張家賢 著名排球球會萬華爆出性侵醜聞 本台收到受害人的投訴 指控球隊教練在練習的時候 多次用木尺拍打女球員的私人捕衛 並且球會更衣室, 性侵其中兩位球員 時候他也要減少球員出賽的機會 甚至趕出球隊 要挾受害者, 要求受害者保密 我們邀請到兩位受害人 接受我們的獨家專訪 教練應該是球員 最親密、最信任的戰友 但沒想到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起初我以為是我自己想多了 馬教練在指導我動作的時候 把木尺不小心捉到我私人部位 對, 後來我才發覺原來他是故意的 很多隊友都有相同的遭遇 我試過在網上寫我的經歷 後來被球會告我誹謗 所以我就沒再發聲了 所以我們想趁這個機會 實名舉報他 割了他… 我是萬華現任隊長, 廖芷珊 我是萬華前任隊長, 陸永恩 嘉賢糟糕了 剛剛發現影片違反了萬華 向法庭申請的匿名令 不知道 你是早知道還是跟我一樣?後知後覺 我不是說了嗎? 只要是真相, 我無論如何都會報 我也說過 違反新聞道德的我不會報 所以我沒有通知你 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解決我們之間的矛盾 萬華班球員團結報警的時候 但是, 我看到你是關心他們 原來是我看錯, 是我想多了 為了新聞, 我可以去到很準 起床我也可以 你現在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